继续加码50万个名额 供给劳工朋友来做紧急的左转之用 针对劳工朋友的10万元纾困贷款 确定加码 租租增加一倍 因为到12号为止 共受理了54万7千多件 平均每天都有5万人到零贵货线上申请 其中信用不良比例只有2.79% 中小企业新保基金 同意把这个51的额度纳入 它原本300亿的信用保证额度内 接着下来所需要真正的经费 是8亿2千万的利息补贴 原则上有特别预算内来协助 政府从宽认定申请资格 但也有人怀疑是否有银行 因此为了充业机造假资料 事实上贷款是要还的 所以贷款要还的情况下 它当然主观上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是认为这没有什么假造的问题 也就是说行员不会去假造你的资格 加码名额即日起适用 只要是本国籍劳工年满20岁 并且因为疫情影响生活就能申请 在新闻林亭登一中台北报导 其实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镜与市场训组